這次新專輯TRIBLE 這支碟 多數都是圍繞著 一些 我會形容是 顏色沉一點的主題 或者的歌 出發的 當初是因為 曾經有一個時期 我以為自己失了聲 唱不回歌 所以很down 於是選了很多歌 都是一些比較沉重的歌 今次第三張專輯 上兩張有什麼新嘗試 有什麼特殊? 新嘗試應該會 是假冊了其中一首 我和朋友一起合作的 Hip-Hop少許的歌 以及全部都是第一首歌 都算是我 專輯出現的第一首歌 是的 做完上來很特別 很暗黑和帶了好幾個面具 有沒有說有什麼意思? 造型這方面 就是公司的工作 因為當初 我就說 這支碟是一支 陰暗一些 沉色一些 的碟 來的 你們幫我回想 於是他們就想了 用面具去表達人的 情緒 對 最喜歡哪個造型 嗯 其實我想現在這個 應該會是 我挺喜歡的一個造型 來的 因為呢 很少會畫到這麼深的眼影 還有 嘴唇這麼黑 但是呢 這幾條頭髮呢 是很硬 很暗 我覺得呢 當你化了妝 或者當你穿了某些衣服的時候 你會很自然地墮入了那個角色的 然後就 沒有設定一些 場景給自己 給一些想法給自己 然後 試圖去表演那種情緒出來 是的 那有沒有說今年的目標是什麼? 音樂上面還有什麼想試? 哈哈 今年的目標也是年年的目標 就是今年會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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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減肥了 很希望在今年 如果有演唱會的話 我希望是可以 有得選擇 脫不脫衣服 是的 就是脫不脫衣服 脫不脫衣服 就是脫不脫衣服 但是希望可以選擇 是的 那就是 現在是有成果嗎? 現在是沒有 住的 但是我也保持了 兩 三個禮拜 對 就是做主要不是 那除了音樂和電影 接下來還會忙什麼 有沒有什麼範疇 就是上花界的嘗試呢? 唉 我想都是會專注於 這兩方面的範疇 但是當然在音樂上面 就開始寫了 真是自己寫的首歌 呃 呃 其實幾首的 但是將會出了 還有 今次比之前 準備多了很多 為下隻轉身 或者為你 的歌 所以就 適當 最後 呃 上年這次三次演唱會 就伸延了去澳門和文化中心 對 那下次再開演唱會 有沒有想過要伸延到哪裏呢? 如果下次再去 都開到演唱會 去 呃 呃 去哪裏開演唱會 其實真的滿數 呃 但是自己的思心是在加拿大 畢竟當時在那裏讀書 對 那如果可以去那裏都開心 對 哈哈 哈哈 你好 謝謝 你們 我們 你們 你 過 返 我 馬 朝 我 這裡 感谢观看